不落双废之战,萨满赢了 哦哦 控制木吗 竟然是靠置木屋 有他也偷了我这个 无对人不贪 其实他解21可能更好 多少是有点烂的 我没有网语随从 我这个牌带网语随从吗 不带 太烂了 会气 嗯 奥数法术 我也没有奥数法术 我想想啊 如果这回合就打 就是下回合就打 我六费就没事做 看看如果六费有的话 我就打 打 怕毛线 这是啥东西啊 这是给他塞的那个吗 这张牌的效果嘛 谢谢苏叶做的一速花开 哎呀 哦 每回合会给个这个 哇 十年伤害 天呐 我要用六费 哦 no 我觉得用了吧 因为下回合 我是一样打这个7 422 打 天呐 这个牌有点好玩呀 哎呀 怎么又给我了 我是打几 14了 哦 有点恐怖 这个牌 多少是有点好玩的 什么鬼东西 哎那如果这个 你手牌满了 这个牌爆了就行了 对吧 讲道理 理论上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手牌满了 这个牌爆了 他就不会 有这个伤害了 他是给你塞一张牌 那理论上来说 你手牌满了 他回合结束塞给你 塞不到给你 就爆了呀 是不是 没毛病啊 完了 18点伤害 我感觉 我给自己坑了 怎么办 差一个柱呢 到 所以这个你吃完以后 这张牌就没了 哇 这个牌好烂啊 没必要带了 我以为是这个牌 吃完以后 还是会给对面的 原来不是 这就没了 哇 这个牌有点烂啊 他不会吸给对面 就很蠢啊 这个牌 没啥用 娱乐型好巧 这是好玩吗 这个牌 都带来试试看嘛 这个牌应该是拿来刻快弓的很厉害 因为像快弓到个五六费以后 你大概就不可能把自己的牌都用了 我感觉是这样的 什么叫给我自己挖坑 就新版本第一天 我觉得任何的牌 我自己都去试一下 每一张新卡 我去试一下 好和不好 你说我不玩新卡吧 弹幕就会问 主要不带新卡吗 我带了以后 大家就会问 这卡这么弱吗 这迷你包第一天 你不应该把所有迷你包的牌都玩一下吗 就讲道理 我认为我带点新卡玩一玩 没毛病吧 我惊呆了兄弟 我觉得那个牌可以开发一下 慢速在那个牌应该可以 那个牌应该挺克快弓的 那个牌克不了慢速 也不是克不了慢速 就是慢速它 能花满费的概率是挺高的 快弓很多时候打到五六费以后 就没牌了你知道吧 所以那个牌其实挺克快弓的 那个牌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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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 给你吧 我不要 这个过牌有点脏的 我告诉你 就是萨满的法术 真是水 就法术 我这个牌只有这个七给掉 有点痛苦 所有的牌都能给对面 然后你给他之后 说不定还能爆他牌 只是这回合我没有爆到 这个东西 这张牌是有点东西的 我告诉你 这张牌可以让很多职业 重新能玩 这个过牌 我告诉你 真的有点强 识人于极情 有点弱呀 坦坦能结我两个频率 哎哟 本来我超过嗜血死了 他现在回来三血不死 因为两个频率 九个频率嘛 打九嘛 哦 他解这个 那嗜血死了呀 他不防我嗜血 我以为他解我两个二二 嗜血 OK 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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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萨满旗开得胜 他不知道 我还带了一张嗜血 哎哟 可以可以 哎 卢士还行 有点好玩的 现在T1只有一个职业死骑 T2还不强吗 你对萨满是有什么误解 我觉得我每次 打萨满 弹幕都能给我气死 虽然我只显示 我粉丝牌的弹幕 但你们都能给我气死 这萨满已经接近T2了 你还不觉得强吗 我知道被你们气死了 T1就只有死骑 现在 其他的职业都约等于T2啊 这个还不强 你们还想怎么地 哦 这个好 不是这个我就炸了 你知道曾经那个瞎子 也就约等于是个T2吧 圣无虾约等于就是个T2 现在瞎子早就不是T1了 好吗 瞎子早又已经跌出T1了 圣无虾现在不行 哎过牌 扑是扑的有点快 我觉得下了吧 虽然之前那个版本 很多人觉得圣无虾是T1 但我不觉得圣无虾是个T 哦 这个来得好 漂亮 我不认为圣无虾是T1 这啥 出吧 一个1-1而已 不要了 如果这两张牌拿回来能用 我根下为何先不打这个 出吧 1-1无所谓 这个牌扑的有点快啊 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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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吧 那个七倍卡不死你 我告诉你 你知道萨满带这个牌 为啥不心疼吗 因为给过去的法术 真的无所谓 萨满的法术太弱了 给你吧 那个七倍卡不死你 手牌减一 哇 他还带这个 这个牌不卡手吗 哦 他是火焰法术 这两个复活倒还挺厉害 这个牌萨满带不了 因为太卡了 给战士可以 他是火焰法术 OK 部落双废之战 萨满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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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对老人 这是个啥 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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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费元素 咋又是你 哦 现在没有人带拆地料 不然给你拆了 我觉得那个零费的也可以考虑要 但是我手里没有个食人鱼鸡群 有那个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要那个零费的 说实话 李大爷 我觉得亏了 哎哟喂 亏了呀 错过了三张牌的资源 大 这个牌挺好玩的 啥意思 他不会用不完吧 六费而已啊 七八费才难 他用不完吧 哎呀这个还可以啊 他只炸一次 就是他如果用不完 他在那 他的回合把那个牌炸了 这个牌就没了 不算很强 但就完全可以用吧 满卡会爆吗 会的 这是我们之前讨讨论的问题 如何防那张牌 就是满手牌 把那个牌的卡位挤爆了就没了 可以洗吗 啥意思 就是一杠三的鱼翻底嘛 这个我不知道 没试过 翻底进去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我没试过 这是张战后牌 但不在你手牌 是不是 也就是说翻底 也可以 这个确实不知道 兄弟们 我好想出这个 但这东西要解 算了 下游和老师 这是个好东西 我觉得来进化了 可以考虑 多扑一点频率 这个也可以考虑 不要 下游和老师 加一 可以一起打 骑士也不好解 频率 多扑一点 这个怪吧 大概于情况下 是坑的 但两费2-3 还要给你一张牌 计价比真的蛮高了 所以不要嫌弃他 退化 刮更好 你喜欢我 所以老人 尊重点 想打扮一下吧 给你炸 过牌来了 如果能把火蛇 移除这个图腾师 好厉害 您想喝点什么 这个和 那个啥是一样道理 这个和牧师 那个诺瓦是一样道理 牧师老师 也能找诺瓦了 使你所有随从 获得突袭 他要出好多怪 然后获得突袭 这个地标很厉害 对 骑士的新地标 很厉害 两个 有点弱 怎么办 大 挤掉一个4费的无所谓 他是按照顺序 6 5 4就三费挤掉 无所谓 为啥我感觉我亏了 也没有很亏 为啥我觉得我没有很赚呢 在你回合结束时 将一张牌 塞到对面的 就排库顶 挺一般的 想想啊 我这里怎么解释最好的 我不想给他留怪 但我觉得4加1这个进化 确实也可以 那就这个 这个 这个撞一下 随便便一个 这样场面是最大的 打 打 打 我只是想随便一进化 本来想说开个十人鱼籍群 想想算了 没必要 打个进化 对面瞬间看不懂了 哎呀 这 进化算还是好玩啊 对面生气了 生气了 有回意 小猪在前面 y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